我畢業之前就幫自己定了一個七年計劃 三年之內就一定要考了ACCA做會員 接著就讀一個兼職的MBA 那時候是一個三年的一個計劃 目的就是將自己預備好 以至到我以後在商界發展的時候有一個更加好的基礎 我現在最大的擔心是在我們年輕人裏面最聰明 最聰明的那些未必將會計專業作為他的第一選項 這個是我們整個專業都真的要想一想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不一定選會計作為第一個選項呢 是不是工作生活的平衡出了一些問題呢 還是其他因素呢 我記得我在立法會代表會計界的時候 很多年輕會計師都跟我說 工時實在太長了 那個收入水平也不見得特別好 如果青年人裏面最聰明的那些 將會計作為第一選項去入行呢 這個是會影響我們整個專業的未來的 第二點就是其實內地發展得很快 內地的會計師呢 也都追上來追得很快 以前來說很多香港的會計師上內地 都還有很多機會 現在有競爭很厲害 不過我仍然相信我們香港是有優勢的 我們的國際視野 我們的執業道德各方面 仍然是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我仍然是覺得我們要不斷 將自己去提升 以致到在這個競爭裏面 我們是領先過他們 我想會計的訓練是令到我們 不斷問為什麼的 以及很著重分析的數據 以及客觀事實是什麼 譬如我們做審計裏面 很著重就是要公平公正 是不可以有偏見 這個訓練都很重要 在我們在政府裏面去做決策的時候 要多問問題 要有事實有數據的根據 以及想遊說我們給意見的 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出發點 但什麼才是香港的最佳利益 我們一定要清楚 此外我覺得 我覺得會計給我的訓練 一定是一個團隊一起合作 來做事 互相配搭 互相支持 始終一個團隊能夠齊心的時候 那個力量永遠都是比我們個人 單打獨鬥的果效好很多